你要尊严是吧 好 我现在就让你尊严扫地 想求我 给我跪了 妈 跪呀 如意 太帅 我从来没想过 要让你离开 跟我走 我们去哪儿了 我们去见我妈 跟她说清楚 就算你要离开 我也不能让你背负着 肮脏的流言蜚语 我不在乎 我在乎 在我心里面 你的清白和善良 绝不能玷污 夫人 少爷他又 大夫 把那个丫头给我轰出去 别弄脏了咱们家 我带如意来 是有事要跟您说清楚的 咱们已经说的够多了 夫人 我虽然出身卑贱 但是我有生存 还有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 你想跟我谈尊严 当你用心计和美色 来勾引我儿子的时候 你就再也没有资格 跟我谈尊严了 夫人 我从来没有勾引过任何人 我承认 我对谈尊严 确实有一份情谊 但是我从没有过非分之想 我也希望他跟思若能够幸福 有你在 你觉得他们能幸福吗 妈 就算没有如意的存在 我也不会爱思若 你要尊严是吧 好 我现在就让你尊严扫帝 想求我 给我跪了 妈 跪呀 夫人 您让我放弃什么都可以 但是请您别让我离开乌查镇 我爹在这里 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你想说什么 您让如意跪 她现在已经给您跪了 您应该给她一个公道 不是吧 她这种人就是跪着的命 如意 起来 好 有骨气 那你就继续跪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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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雄 我们走 妈 谭尚言 你为这种女人下跪 本来跪的 就应该是我 因为我喜欢她 我要保护她 你这个祸害 夫人 你愿你也为她跪 我求求你们 别难为孩子 你 夫人 如意小姐 无非就是想完成 她父亲的一个心愿 那就让她完成了再走呗 妈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做 跟如意无关 您就容她 完成她的心愿了 我可以宽限她今天 但是事情办完以后 你就要马上离开 永远不许再回乌查镇 妈 你再说半句话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怎么样 好 我答应 不认识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从你准备要离开吴茶镇 你觉得我们之间 还有误会 如意 我想我爱上你了 可你是少爷 你是东家 我们之间不能有感情的 如果我们可以坦然相爱 我宁愿放弃一切 宁愿一无所有 那你将背叛的是你的家族 你的母亲 还有资若对你的爱 就算我们在一起了 你的心脏太难了 对不起 少爷 对不起 我相信你 我还以为你 是什么 我还以为你 和你一样 我还以为你 你还以为你 那我们就真待不下去了 要真到那一步 聚顺心收留你们 苏伊 是不是谭夫人为难你了 那少东家怎么说呀 我了解敏凯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一定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你不跟我说句实话 谭家为什么对我们这样 九叔 因为明凯爱上了苏伊 爹 咱们离开乌查镇吧 咱们走吧 我就说 我就说这丫头是个祸水 你说现在啊 这谭家让她走 童家让她留 你说这该怎么办呀我们 九叔不都说了吗 玉佩不要了 童家少爷也没理由为难咱们啊 你会不会跟这童少爷 又想出什么损人的招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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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呢 老五 别着急 没关系的 童耀东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你感觉 你吗 过来 你 为了 往后 不爱 如意 我和你做了三年的好姐妹 我对你好不舍妇 因为你不会撒谎 你通透 你所有的情感都在你眼睛里呢 你已经爱上她了 一个是我最好的姐妹 一个是我从小等到大的男人 你知道吗 你们已经把我的心撕碎了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你已经把所有的人叫得不得安宁了 你走吧 离开这儿 我会走的 带着我爹 还有我娘一起 永远离开这儿 虽若 我相信时间会改变一切的 你和谭笑爷 一定会相爱的 我祝福你们 我现在只希望她能忘记你 她会的 今天就当是我告别吧 我想要一样东西 是吗 这条丝帕 我想要一辈子 你不认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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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不认为她 她只能够认为她 你不认为她 她就是她 她就要这些人 她只能够认为她 她都能够认为她 她只能够认为她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跟我走 疼 梅小姐 我想请你谈谈玉佩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